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卫生部长吉罗姆亚当斯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过度到缓解阶段意味着将出现更多的社区传播病例 需要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取消大型集会 关闭学校让员工在家工作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在电视节目中说年龄较大或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 也应该考虑避免聚会和旅行 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官员此前曾试图淡化新冠病毒爆发 给美国人带来的风险 但现任何前任官员的最新言论 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变 他们承认美国已过了能够遏制疫情的临界点 需要转向积极努力以减少病毒的传播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因应对疫情不力而备受指责之际 美国国卿蓬佩奥确强锅甩给了中国 3月6号蓬佩奥接受美国媒体CNBC采访 他声称与中国合作或具有关新冠病毒的数据 令人难以置信沮丧 这让美国在防疫工作上落后了 他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冠状病毒 还为美国此次应对疫情迟钝辩解称 我们在最开始得到的信息并不完美 导致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挑战 这让我们落后了 这不是传染病医生告诉我的工作方式 这不是美国那样透明和开放的方式 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共享 结果蓬佩奥这甩锅操作不但没有成功 还在社交媒体上翻车了 CNBC推特的留言中 不少网友指责蓬佩奥是骗子 还有人表示 中国采取了这么多措施 美国呢 几个月前就得到预警了 还什么都没准备 只会指责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